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呢 其实呢 也是一个 因为师父刚刚在应酬 应酬结束 拼命赶过来 就是为了见见我们这些迷途 应该知反的佛子们 实际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应该懂得这个世界一切皆是空 因为我们做人学习的 现在是 心灵法门学习的是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呢 主要提倡 人心要安静 然后呢 行为要行 叫安乐行 实际上就是不但自己要快乐 也要让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快乐 所以 那么佛教徒 我们学佛的人为什么这么快乐呢 很多科学家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要研究研究 想一想 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 所以呢 科学家后来经过对前程的学佛人的脑部扫描发现 因为我们学佛人的脑部 在他的右脑部 他有一个区域 是促进安静和快乐的区域 所以非常的活跃在右脑部 所以这就解释了 因为我们的心态经常的知足 经常的快乐 这个脑部活跃就非常的多 所以呢 就证明了我们心态平和 知足常乐的心态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知足啊 想一想 我们人间的争斗 哪一件事情不是为了不知足吗 所以用科学家来证明 学佛人修心要改变大脑对某种环境的反应 所以我们学佛人的性格 如从什么时候就是一样啊 莫 iter